这种上帝造人的这种形容来形容的话 我认为演员应该是那双眼睛 他是最有意图来表现那个灵魂的东西 所以正所谓叫画龙点睛 是导演和编剧付出努力的这个集中的表达者 演员就必须要站在他个人的角色的角度 怎么样去把这个东西演得最好 最可信 最有说服力 对演员的要求就是 没有自己 只有角色 根据金仲电影组委会 对中国农历几亥年华语电影的票房与评分统计 并由69位金仲专业评审投票评选 最终产生的第二届金仲电影青年最佳男主演是 《少年的你》一阳千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